欢迎收听 听到韩丽这么问 梅宁的脸又红了 稍微犹豫了一下 才正式的说道 很简单 我希望韩兄 能将我兄长一起找到 然后一块带出这一名之地 这个条件 我恐怕只能答应一半 韩丽没有一口答应 而是思量了一下之后 摇摇头说道 什么 一半 梅宁美丽的面孔上 现出了一丝差矣之色 显然有些不解 是啊 韩某自己另有一些原因 绝不能在这阴明之地 待得太久 我只可以答应梅姑娘 在三个月内 尽力地去寻找令兄 若是过了这段时间 仍然还是没有找到 那韩某 就不会再耽误时间 必须马上离开此地 韩丽毅然说道 这话里边充满了 不容质疑之意 三个月 这里似乎没有多大 应该也差不多了 好 我答应你 梅宁稍以犹豫 也许觉得 韩丽不会在这方面让步 就点点头 答应了 韩丽听此女如此爽快地 答应了下来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但这个时候 那梅宁盯着韩丽 忽然缓缓地说道 我虽然和道友 接触的时间不多 但自认 不会看错韩道友的为人 所以我也不让道友 发出什么毒誓之类的东西 只问道友什么时候 需要这丝通灵之气 若是韩兄 现在就要的话 小女子也绝不迟疑 马上就度给道友 韩丽听到眼前的家人 能说出如此爽快的话来 当然他有些意外 不过他也不是常人 虽然脸上飞快地 闪过丽丝惊讶之色 但很快地 就神色如常地点头说道 这阴鸣之地 到处危险重重 意外频生 自然早些恢复法力 让我取出几件宝物 那是最好的了 否则万一真有事情发生 就措手不及了呀 梅宁听到韩丽的话 没有意外地点了点头 但是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上微微一红之后 低声地说道 这个通灵之气 度给之法 若是我法力仍在时 自然可以通过手掌接触 轻易地将灵气度给韩兄 但是现在 这法力都禁锢在了体内 若将灵气传给韩兄 也只有通 通过口口相对地传过去了 在梅宁说到口口相对的时候 头低了下去 声音变得低不可闻 还有些口吃起来 韩丽先是一愣 但是看到此女楚楚动人的羞红模样 心里头不禁怦然心动 能够在恢复法力的同时 还能得到此女的相吻 对韩丽来说 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相厌的事情 心中也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屋里边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暧昧起来 看着梅宁低头不言 韩丽虽然经历的事情少之又少 但也知道对对方采取主动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特别自己和这个女人 原先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密关系 思量了诈 韩丽二话不说的站了起来 身形一闪之后 人就到了石床边 紧挨着他坐到了旁边 梅宁几乎下意识的 就要起身挪开一些 在心腰一紧 被一只强有力的手臂 一下子给抱住了 此女心里砰砰直跳啊 一抬头 结果就触到了 韩丽似笑非笑的目光 顿时羞红的就想再次低下头去 但是 韩丽却单手一抬 一下子拖住了他秀丽的脸道 让此女再也无法逃避 梅宁瞬间觉得脑中一片空白 轻飘飘的 什么事情都没法的想起来了 韩丽深吸了一口 女子身上的淡淡幽香 接着被对方 凝眸中流露出来的羞涩和妩媚所吸引 目光一下子灼热起来 再也忍不住的略低头 嘴唇狠狠地压在了此女的香唇之上 温温的香香的 甚至还有丝丝的甜蜜的味道 让人有一种发狂的感觉 梅宁美物中露出诗神的柔弱之色 但是片刻之后就猛然的惊醒过来 先先束手一伸 就想要推开韩丽 她虽然心里早就做好了 被对方轻薄的准备 但能事情真的临头的时候 还是羞涩之心大肠 下意识地起了抗拒之心 要知道啊 此女虽然追求者甚重 但是还从来没真的和什么男子亲密过 此刻惊慌至极 韩丽却在这一吻之下 似乎尝到了什么美妙的东西 情欲竟一下子给撩拨了起来 她粗鲁地将对方玉手往身后猛然一按 身子重重地压在了此女 柔弱无骨的郊躯上 两个人顺势一起倒在石床上 而嘴中仍贪婪至极地 索取着对方口中的穷江玉液 梅宁的力气远不如韩丽 被韩丽这么一抱一压之下 彻底地失去了反抗之力 虽然软弱地挣扎了一下 但不久也就任命地放弃了抵抗 在一股浓浓的男子气息包围之下 此女明眸紧闭 脸颊红涌如潮 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抖着 心里显然是混乱异常 一时之间 此女也彻底忘却了传度灵奇之事 不过韩丽心智之间 毕竟远超常远呢 片刻之后 眼中的竹肉疯狂之意 渐渐消去 恢复了清冷的神色 韩丽大嘴 暂时离开了香醇 将投入一篇 对准对方 精雕玉拙般的小耳 轻笑地说道 梅姑娘 虽然男女之间的滋味 的确美妙非常 但是道友也别忘了 传度灵器啊 听了这话 梅妮身子一斗之下 玉脸更加血红 不过 当韩丽一改钢台 粗鲁 轻柔地再次 吻上对方小口的时候 一丝冰凉的东西 终于从对方阴口 缓缓流入了 韩丽的体内 韩丽不敢怠慢 急忙从此女身上爬起 就在一旁盘膝坐下 开始调运这次灵器来 随后 梅妮也坐起来 并慌忙整理了一下 有些紊乱的衣裙 脸上的飞红 就仍然意识 无法散去 犹豫了一下 飞快地偷看了韩丽一眼 见其双目紧闭 这才不知为何 暗松了一口气 接着 她从床上下去 几步过去反坐到了 韩丽原先的椅子上 然后就一直愣愣地 望着韩丽 调息平静的面容 露出了 幻得幻失的复杂表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 韩丽终于张开了双目 正好对上了此女 满是心事的目光 顿时 梅妮吓得急忙一转脸 不敢再对视分毫 见此女这种手足无措的表情 韩丽笑了 但是她马上就收起了笑容 忽然单手往储物袋中一拍 一个接一个的东西 出现在韩丽的旁边 不一会儿 多出了一大堆出来 其中啊 既有宝物 也有一些 妖兽筋疲之类的材料 也不知道 韩丽取出它们 是何用意 也可以使用法力了 梅宁 虽然对自己通灵之气 非常自信 但真看见 韩丽打开了储物袋 还是惊喜至极地叫道 法力的数量 虽然少得很 几乎一个低阶法术 都释放不出去 但总算 能打开储物袋 还是没有问题的 哈力说着 手上可没有迟疑啊 片刻之间 就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全都取得出来 然后 每天点击一次广告 支持波国拼书网 将免费进行道题 从你做起 从我做起 又将怀里那些用不着的金镜花篮银钟等古堡取出 然后衣袖一伏之下 收进了储物袋中 梅宁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瞅了瞅 含里旁边的哪堆东西 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之色 含凶 我一直没有问 你 你是筑机器修师 此女终于感到一丝不对劲 有些犹豫的问道 当然不是 我是结单气修师 到了这个时候 含里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坦然说道 什么 梅宁即使心里隐隐的猜到了 倒还是惊喜的 发出了一丝惊呼 含里笑了笑 没有理会此女 忽然变得异样的目光 手又往一只灵兽带上一拍 顿时 霞光一闪 一只小猴在光滑一喷之下 出现在了眼前 正是那蹄魂兽 说也奇怪啊 一现出身形来 原本懒洋洋的此兽 却默然精神一震 用大鼻子轻轻的绣着几下之后 马上兴奋起来 不时的在含里四周 是蹦来蹦去 这让含里看了 不禁心中一动 梅宁显然没有认出 这修仙界 大名鼎鼎的奇兽啊 只是用目光 扫了小猴几眼 露出了一丝好奇之色 梅姑娘 你在屋子里边稍等片刻 我趁着还有法力的时候 去办一些事情就回来 事情 梅宁眨巴眨巴眼睛 一时有些困惑 韩丽没再解释 将那些取出来的东西 挑出几件 放入了怀里边 街里啊 就不再理会剩余的东西 直接走到了屋门前 轻轻一推 朝外看了看 外面天色如旧 显然这里已经没有白昼 和夜晚之分 不过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迟程 明显外面活动的人 少之又少 似乎大多数人啊 都回屋休息去了 韩丽称得提魂兽一招手 此兽滋溜一下子 就自动的飞射入了袖口中 他这才 扭头冲梅宁笑了笑 大模大样的走了出去 只留下梅宁这家人 疑惑不定的待在屋子里边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CMW.T85.com 杭力走在外面的动作 灵巧至极 尽量的避开其他人的耳目 转眼之间 他就在一处较大的石屋前停下 略微向四周打量一下 他就毫不犹豫的推开屋门 走了进去 过了一小会之后 杭力满脸满意之色的 走了出来 这里边存有一些此地特有的液体 沉水 杭力用储物袋中的数个大容量空瓶 装满了此地容量的一小半之后 才离开了屋子 在绕过一个拐角 看到了一间 适量比较奇特的圆形石屋的时候 杭力神色一动 身形又停了下来 他没有记错的话 这里好像是那位姓风的中年人的住处 而此时 他觉得那一次原本可以调动的法力 已经开始有气无力起来 正在消退之中 杭力四下扫了一眼 正好一个人没有 于是他就不再犹豫的 单手往灵兽袋上一拍 一只三色试金虫 无声无息的从袋子里飞出 然后在他勉强调动最后一丝神念的命令下 此虫搜了一声射向了石屋 然后此虫从石门的一丝缝隙中 身形一扁挤了进去 屋子里边静悄悄的 一丝声响都没有 看到这一幕 杭力心里冷笑一声 就头也不回的往住处走去 他刚转过一个拐角 突然一声惨叫 从那封信中年人的住处 凄厉的传来 杭力抿了抿嘴唇 面无表情的继续往回走去 不过远处已经开始人声鼎沸起来 既然和那姓风的中年人结下了仇怨 他自然要趁法力神石忧在的时候干净利索的解决掉这个后患 否则被此人惦记着 他心里边总是有点不安 还没有回到屋子内 那通灵之气带来的丁点法力就溃散了一干二净 同时啊 神石也无法离体了 杭力轻轻的摇里摇头 望了望不远的住处大步走去 走进屋子 梅宁在石床上侧身而卧 又瑰丽的轻轻的呼吸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睡熟了 杭力先是一愣 随后望了他香甜醉人的睡容 想起了前不久接吻时的情形 心里边微微的一热 他又看到此女有些寒意的微微卷曲着身子的时候 游了浴了一下 就从桌上一堆东西中 捡起一块较大的幺兽皮 盖在了她的身上 此女呢 似乎感到有了暖意 原本微微皱着的眉头伸展开来 接着下意识的将兽皮自动的 往身上一卷 仍然是熟睡不醒 韩丽看她这个情形 不禁哑然失笑 这也难怪啊 此女虽然体质远胜常人 但毕竟她是个女流之辈啊 此前的一番折腾 让她身心疲惫至极 结果就在等韩丽的时候 她就不知不觉的 倦意涌上 酣睡起来 韩丽一笑之下 并没有惊醒对方 而是看了看桌上的那一堆材料 眼中闪过着一丝异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 韩丽听到梅宁轻轻的嗡了一声 知道她醒了 梅导游若是醒来的话 就起来吧 我们这两天并不轻松 还有一些准备要做的 一听这话 此女脸色一红坐起身子 身上的妖兽皮 自然滑落下来 这让此女一呆 接着一双眉眸愣愣的 望着声音传出之处 脸露一丝复杂之色 韩丽正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整理一块颇大的妖兽皮 现在醒来 惩得笑了笑 不知道梅姑娘是否精通 女红之术啊 我这里有一些 活属性的高阶瘦皮 若是可以的话 最好将它们制成 竖件皮衣 穿在身上 如此一来的话 对那阴风 也颇有一些 抵御作用啊 我可以试一试 不过需要一些 针线之类的东西 看到韩丽 丝毫没有提到 昨天的相吻之事 没能尴尬之心 稍退 但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头却另有一丝 说不出来的失落 不过表面上 她只是脸上微红 这些兽皮比较坚硬 也只有非针法器 可以勉强动穿它们 然后 就用这细一些的兽巾 勉强缝合吧 毕竟我们只是 抵御阴风 无法讲得太多了呀 韩丽一抬手 从桌子上 拔起一根 蓝油油的长针 递了过去 似乎早有准备 这一针呢 是一件顶级的非针法器 锐利无比啊 就连韩丽自己也忘了 是从哪个死在他手上的 倒霉修饰那儿得来的 如今正好绝对能用上 就一起 从储物带中取了出来 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雷宁一咬红唇 低声说道 韩丽点了点头 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门外却有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不知道 韩道友可在 韩丽听到这个声音 心里就是一惊了 这个声音 怎么有些熟悉 难道 那个姓风的 被自己治死之后 这么快就被别人知道了 看来此地真的是不亦久留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原修仙传 第三百三十九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